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就是这个勇气我鼓了很长时间 对 就鼓起来 人生不是一味的美好 但是它始终存在美好 让自己珍惜美好 并且去做更多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的今年第五章专辑 其实有再去讲的都是 关于自己的很生活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上一张专辑 写的是很大爱的题材 就是讲了很多人与自然的关系 然后人与动物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反正每个题材都还蛮大的 新的专辑就会讲得比较小 所以我把它缩成了 就是说来去讲生活 我之前不太愿意去分享 而是用隐喻就是觉得 也不太想让大家过于地去担心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很多事情 如果不分享的话 可能仍然会有很多人担心 所以我觉得好像可能更坦诚一点 会更好一点 然后我这张专辑就会 开始很直接地告诉了大家 就是我的生活状态 然后有一首歌叫 《好想我回来》这首歌 那其实我在演唱会上演唱 第一次演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就很直接告诉大家 这首歌里面会有 跟《好想爱》这个世界 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那可能区别在于 就是《好想爱》这个世界 可能是去帮助更多的人 但其实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但是《好想我回来》这首歌 就是会更直接地告诉大家 我的之前的一个真实状态的 那种挣扎的状态 对 所以其实也是一种 分享这么彻底的自己 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就是这个勇气 我鼓了很长时间 对 就鼓起来 因为希望其实就是 我其实把它分开了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前面一个字 《希》 它讲的可能是真正的希望 Hope 那后面那个望 可能是个忘记的望 会这样做是因为 我觉得好像很 很多人其实对这个世界 一开始都是充满着 无限美好的幻想 然后并且为了自己的 理想与目标 而不断地去努力去奋斗 经历过现实之后 会发现 很多时候你所理想的状态 和你实际是不相符合的 那这个时候 很容易让人产生很多负面情绪 然后也想要去 想要忘掉或者是被忘掉 或者是做了很多 就是觉得因为想要去实现 而容易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容易去走误区 走误区 然后就会导致 你在行动力上会出现错误 甚至被人误解 那这个时候可能 负面的消极的情绪 就会随着来产生 其实我这张专辑 最想表达的是 我想让大家看到 华晨宇的这个 想讲的生活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里面会有很现实的一些题材 就比如说 飞行模式讲的是射触 然后《小镇里的花》 讲一些亲人的离去 好像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事情 然后会发现 看似好像这个世界 在给你带来很多的负面的情绪 但其实这个世界是有美好的一面 所以我后来在这三首歌之后 紧接着写了五首歌 这五首歌是从《好想我回来》这首歌开始 一直到第八首叫 《点燃银河尽头的篝火》 这五首歌是一个层次 徐徐渐进的一个感觉 其实是在讲一种希望 希望的感觉 也是在同样在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世界是有很多美好的部分 我这张专辑其实 落伏其实是个问号 我把我所看到和我自己所经历的东西 分享给了大家 我也和大家一样就是会面临很多的压力 甚至有时候我也会产生消极的情绪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味的消极 你只会跌到深渊 就是会永远永远都炸不起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既然还决定要活着 那应该要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 可是人生不是一味的美好 但是它始终存在美好 所以我这张专辑之所以落个问号 就是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给了大家 但至于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自己来选择的 可能比如说我出门遇到人 或者是我的歌迷我们开演唱会 我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和关爱 同样我也会祝福他们 这一系列的美好的事物 与我而言我很珍惜 但是回到自己的个人生活状态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这些东西 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 因为美好的像梦一样 可是我必须要去接受这些事情 让自己珍惜美好 并且去做更多自己能做的事情 我其实会很想知道 大家对每一首歌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发完一些 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也会看一下大家的对这个专辑的一个反应 或者对这首歌的反应 其实我以前很少在自己创作作品里面 会发这么多长文字来去介绍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 那我今年可能在很多歌曲上 我都会专门为歌曲去发一些长文字来介绍 是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的概念和以前不同 这张专辑讲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 所以我希望我的东西是能听懂和看懂 并且就是能够让自己更好 对所以说我会去带着大家去讲解我创作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创作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觉得 我的作品要跟我想表达的东西要一致 我上学的时候才会去思考风格 就是读书那会儿学音乐的时候会去思考说 这个歌是摇滚吗 是爵士吗 是布鲁斯吗 是什么什么 然后摇滚里面是哪一种摇滚呢 中金属吗 就是会很纠结于某一种风格 但我已经出道之后已经十年了 我现在做音乐已经根本完全不思考所谓的音乐风格是什么风格 因为现在的音乐已经太过于就是太融合了 就是它不是具体哪一种风格 我我所有的风格好像我都可以写 就是你要什么风格我就可以写什么风格 但是这个作品要符合我想表达的内容 可能我要表达这个内容一首歌里面 我可能这个段落我得表达这个内容 我可能用的是一种音乐风格 然后我可能第二段讲的是别的 我可能会用别的风格来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为你的表达所服务的嘛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我对工作会更多了一份这种责任感吧 对就是想要帮助到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就是能用自己的职业去做什么 然后想要去跟大家分享并且传递一些 或者是帮助到大家解决一些内心里的难题 因为因为音乐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一个感觉 那如何用一种抽象的方式来去鼓舞到人们的内心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和做音乐和以前的一种区别吧 那既然要决定分享和和和和要去做这些事情 就必须要自己亲身去感悟到这些事情 对所以我才开始决定说要开始剖析自己 用自己的理解来去帮助到其他人 大家这样 用心沉淀 深厚人生 祝网易封面故事十周年快乐 我们在諦明下 我们在諦明下 我们下次见 我们就想遇见 我有什么好事 我们在第一次上